短短二三个月,周边跑路,关厂,破产的锄电企业,就高达五十多家,有的时候一天就是好几家工厂,一夜之间老板就不见了,留下一堆烂摊子,产房是租的,还拖欠上油供应商的货款,并将很多下油经销商拖下泥潭。 近段时间,多位来自广东中山,顺德一带的锄电企业人士向家电圈透露,今年以来锄电市场的持续下滑,已经让作为中国锄电,重券的株三角众多企业,陷入垂死挣扎的拟坛之中,其中,大量从事山寨,假冒中外知名品牌,以及专门从事低端锄电,加工制造的工厂,都成为第一批被淘汰出局的人。 粗略估算,目前突然关场路跑的锄电小工厂,已经在五十多家,接下来还会增加,几乎都是没有品牌,也不打算发展品牌的贴牌,假冒品牌带工厂。 知情人士告诉家电圈,过去,这些工厂最大的竞争筹码,就是低成本,低价格运营,最大的差异花牌,就是山寨,假冒一些知名品牌。 最大的出路就是利用信息不对称,在农村市场昏水摸鱼。 近年以来,随着整个锄电,产业受到房地产调控,以及消费降级的多重挤压,大量一二线锄电,企业市场增速放缓。 众多中小工厂则是有涨变跌,最终让处在整个锄电,产业链,最末端的这一批家工厂,以及投机工厂,纷纷无法抗腰直接出局。 最终这种状况带来结果则是,在短期内破坏,并影响整个广东锄电,产业的发展细域和生态,造成锄电上由供应商体系的困局,并让大量下游的锄电,经销商,陷入进退了。 两难的局面,不过也有业内人士告诉家电圈,这种跑路,破产的情况,并不会动摇广东锄电产业的发展根基,因为,这些工厂大多是手工做的,工厂不是自己的,生产制造设备也是二手的,原材料都是拖欠上游供应商货款,而下游商家则是打款后才发货。 所以,形势不好他们就会马上关厂跑路,形势以后他们还会组织团队继续上马,圈钱捞钱,但家电圈认为,这一轮广东锄电,手工作榜和小微工厂跑路,关厂潮,虽然还会反复,甚至出现一些老板们卷土重来。 但是,留给那些假冒,山寨中外知名厨店,品牌企业的投机空间,已经越来越小了,毕竟,一旦国家对于假冒,山寨知名品牌,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层层加码, 那么整个锄电行业留给广东上述锄电,企业的投机空间,将会被持续压缩,不无双致,或不单行。 透过广东锄电,产业一大批扛不住,就跑路的企业现象,可以发现这些企业都是没有自主品牌,也从来,不打算发展自主品牌的。 总是希望可以通过打品牌擦边球,假冒之名羊品牌,却忽视这已经是与时代潮流相灭的行为,如果还继续采取这一手段和方式,无疑就是咨询死路。 所以,必须要强化锄电品牌化,品质化发展,也应该看到,整个中国锄电业,在经历长达15年的快速发展,续猛增长之后,企业增速回落势必然趋势,这并不代表锄电,产业就此告别繁荣,陷入沼泽。 应该说,义方泰,老板,华地位代表的高端品牌,以及海儿,美地位代表的综合家电巨头,还在快速推动厨电,产业的发展转型和升级迭代。 这也将会全面打开厨电,产业新的发展空间,家电圈,覆盖产业面广阔,难容专业,观点鲜明的价值分享平台,文章延进,没者必究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